HELLO 大家好,我是正鋒 今天我們來跟各位介紹我們大型的熱轉硬機 以往我們都是用小型手動或是小型氣壓式的 那今天我們是介紹我們的大型雙氣動雙平台熱轉硬機 我們今天這台是我們的100x120雙氣動平烫機 那等一下我來跟各位教學我們如何使用我們大型雙氣動平烫機喔 好,那我們首先先跟各位介紹我們的面板這邊的部分 那第一,我們按我們的開機鈕 那我們首先來設定我們的溫度 我們溫度設定很簡單,我們先按OK OK左下角會有個度C 再來一次OK,現在設定溫度 我們按上下就可以設定溫度,最高可以到220度 那我們現在溫度設定的是170度 那再按一次OK,再來就是設定秒數 因為我們設定秒數的原理是什麼呢? 我們只要秒數到了,我們平烫機的壓板就會自動起來 對,那這樣就設定好了 那左上方顯示的是現在的溫度 這邊是我們設定的秒數 那再來這個綠燈亮的時候呢 我們的壓板就是會壓下去 還有一個這個旋鈕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這邊有一個是自動,一個是半自動 自動的意思就是我們只要推到底 它就自動會壓下去 那半自動呢,我們旁邊等一下會有按鈕 我們用按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烫板 我們的平台基本上是100x120的 那我們只需要將我們需要轉印的物件 或者是熱身滑物件的布料 放在我們這個平台上 100x120的以內 我們都可以做熱身滑或是轉印的部分喔 那我現在跟各位示範我們什麼叫做全自動的 全自動很簡單,它的Sensor就是 我們只需要將我們的平台推到底 推到底喔 那推到底 它就會感應到偵測,它就自動下壓 對,那等一下呢 我再給各位介紹一下半自動的模式 好,那我們現在到我們的對面 那對面呢,它一樣有一個這樣的烫板 那剛才裡面的已經好了 其實呢,我們就是推進去 我們現在設定的改成半自動的方式 我們推進去 推到底 一樣,我們有這個平台,推到底 有沒有,到底的它沒有下壓 其它旁邊呢,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它就會自動下壓 那它有一個集體鈕 集體鈕按下去,它也會自動起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按下去就起來 對,那這個就是半自動的模式 好,那當然我們大型氣動平燙機呢 一定也有可以調整壓力的地方 那我們調整壓力呢 其實就靠我們這個氣法 我們只要指針往左,它的壓力是越減 那指針往右呢,它的壓力是递增 那我們必須看我們需要燙印的產品 以及我們需要轉印的東西 來調整我們的壓力喔 那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如何使用我們的雙邊 那以及操作的過程 首先呢,我們就將我們 要轉印路徑已經擺上去 推到底之後 我們就按半自動的方式 按下壓 對,那下壓的過程中呢 我們其實可以到我們另外一邊的平台 來擺放我們要轉印的物件 那它快好的時候呢 其實會有提示聲 對,那我們如果擺放完整個方式 我們這邊呢,就一樣可以再推進去 推到底 推到底之後呢 我們再下壓 有沒有,我們就可以一直重複的 做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呢,這就是我們雙邊的做法 好,那我們大型氣動 100x120的雙平台轉印機呢 基本上呢,它所使用的電壓是 220三項動力電哦 那各位呢,想要了解的 或是想要來現場看的 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繫哦 1215 i的 2215 2215 225